大家好我是阿翔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款這個懷舊的復刻遊戲主機 就是SNK所推出這台NEO GO MINI 那這台主機目前在日本已經上市 不過在台灣還沒有正式發售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這一組產品是我跟媒體朋友借來的這個Sample 這邊有貼這個貼紙 那正式版本的話它就不會有這個標示 那這邊我會看到它除了主機本體以外 那它另外還有發售這個復刻版本的這個搖桿 那搖桿有分黑色跟白色各一支 那它機身上其實本身就有搖桿 我們可以看一下盒子 外面它的造型就是長這樣子 那背後呢這邊也列出了它裡面內建的遊戲 那總共有內建了40款遊戲 那如果有玩過SNK遊戲的人就知道 它們大部分很多遊戲都是這個格鬥類型的遊戲 是蠻出名的 包含像是這個拳皇系列啦 或者是像獅魂啦 或是惡狼傳說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啦 那另外還有一些像是動作遊戲 比如說像是越南大戰系列 那也有收入在裡面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台主機實際的狀況 好我們來看看它的主機 基本上就是長的跟這台這個大型機台是一樣的 這是我覺得它跟其他複刻板主機比較大不同 因為SNK之前也是有很多這個大型機台 那它當然也有家用主機啦 不過它這是用這個大型機台這個框體的造型 來打造這個主機 那你可以看到主機其實大小是還蠻迷你的 你說要帶出門用的話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這個形狀可能比較不適合直接就是 拿著走之類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螢幕 它螢幕大概是3.5吋 那它因為是大型機台的框體 所以它這邊其實也有搖桿 搖桿跟四個按鈕 那個SNK的那個主機的搖桿 就是本身就是四個按鈕 那這個搖桿 跟外面機台的搖桿又有點 手感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它手感其實比較 我覺得比較像比較無段式 一般的那種大型機台搖桿 它可能你轉的話邊緣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它好像有一些刻度 那它等於是無段式的一個設計 那機身我們看一下後面它的一些連接部 主要是在後面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邊它用的是USB Type-C 是它的這個電源接口 那這邊有一個聲音輸出口 那當然這個機台 那個機子裡面它也有這個 內建這個喇叭 那你也可以輸出去 那這邊有另外一個這個HDMI的接口 它是採用的Mini HDMI 它並不像之前我們可能買到的那個主機 它的HDMI是標準的 所以這個線的話可能大家如果自己要買的話 記得要買這個Mini 對一般標準的接頭 它主機裡面是沒有附 它主機裡面只有附一條電源線 然後也沒有這個充電器 這可能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是它的電源按鈕 按下去 按起來是關的 那另外它在機身左右各有一個 這個USB Type-C的接口 左邊這邊它有寫一批 那這是連接外接耀桿用的 右邊這邊呢 有寫二批 那可以看機身底側它 這邊 也有做了這個防滑膠條 我也就是讓你在玩的時候 其實放在桌上 比較不容易 就是你在玩的時候可能 比較不容易會滑動 好 想這樣子 好那這台主機呢 它只要連接這個電源 它就可以玩 那它的電源其實就是 一般這個5V 然後1A 所以其實 你不插電的話 它其實像使用這個一般的行動電源 它其實插上它一樣是可以驅動 那我來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我把行動電源接上 然後把這個電源打開 好它就可以開機了 那它也有一個開機畫面 好 好那開機完成之後 它就進入到這個 遊戲的這個主選單 那一樣 左右選擇 好這 音效還跟這個 就是拳皇系列的音效是一樣 就是你在選擇 選項的時候 那它的這個拳皇系列啊 它的遊戲 基本上都有 你可以看 從一開始 最初版的這個是拳皇94 95 96 97 98 99 2000 2002 2003 都有 那這邊再來就是四魂系列 四魂系列 那 這邊也是 還有在機台有玩過這個英雄版 也是一個 蠻好笑的一個格鬥遊戲 那這邊 也有其他的這個 就是 嗯 封 雲 Peg 這我沒有玩過 然後龍武之前大家應該有玩過 月華監視 信誼 然後 這邊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橫向捲著動作遊戲 好 這個 然後 這是越南大戰大家應該有玩過 蠻知名的射擊遊戲 好 好 那另外也有像是這個高爾夫球 跟足球的遊戲 那總共有40款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這個全黃九七 進去之後 好 那它裡面的 這個系統 其實用 它用的不是大型機台的系統 它用的是這個 Max 330 Mega Pro Gearspec 是它的一個主機的一個系統 家用主機的系統 所以它裡面其實模擬是家機啦 只是外型是做大型機台 那這個搖桿真的是可以玩 其實 用起來是我覺得還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我們來選擇 這邊一樣 也有這個教學 可以聽到這個 音效 其實 還OK啦 我覺得還能還能接受 你看這個絕招 其實還是套得出來的 應該是還OK的 好玩起來其實這個搖桿的手感 我覺得還可以 或者是你要這樣子拿起來玩 我覺得應該也還OK啦 試試看好了 還是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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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可能 玩久的時候會比較酸一點 所以待會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它的這個原廠的手把 那個MUGO家機的這個手把 不過 右邊的按鈕的配置是 稍微比較不一樣 然後 左邊的這個類比 搖桿 手感其實蠻特別的 我覺得 跟現在的這個 一般用到的這個 十四搖桿不一樣 或者是說像 這個長的其實有點像之前 Sega MD的搖桿 但是手感其實不一樣 但是手感其實不一樣 它是比較 也是比較屬於無段式的 這個設計 那它的這個 這個接頭是 Type-C的接頭 看一下 好它還做了這個 就L型的 這個設計 方便我們直接插在 主機的 這個側面這邊 好接上去 接上去應該就可以用了 試試看好了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搖桿來玩的 好 手感應該是 也還蠻OK的 我覺得 大致上玩起來的感覺 就是像這樣子 我覺得有手把的話 會 比較好 所以如果 大家要買這台 這個 主機的話 會建議大家至少 搭一個手把 那 有一個手把其實就可以雙打 就是一批 然後原本的搖桿就變二批 那 如果你 希望玩起來感覺會更好的話 那 就可以買兩組 的手把 那另外也有一組是 黑色的 也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現場都還蠻長的 所以 到時候如果你要接電視玩的話 應該 也還蠻OK的 這是黑色手把 黑白可以 就還不錯 我們在這個遊戲過程中 我們看一下 現在在遊戲過程中 只要按下 這 選擇鍵跟 那個開始鍵 一起按 它就可以進到這個選單 那選單裡面就可以有這個 你要退出遊戲 或是你要 保存目前進度 它有四個進度槽 可以讓你保存 目前的這個進度 好 那也可以載入之前進度 然後調整螢幕的亮度 然後 聲音的大小 這邊都可以調整 可以推出遊戲 我們可以再換另外一套遊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選單 上面這邊其實它也 就有這個設定的這個選項 那包含這個語氣 裡面 本來就有繁體中文 跟其他的四種語言 那排序部分呢 你可以去選擇 外面遊戲選單的排序是 預設或是 依照你最近有打開的遊戲 來做排序 那另外當然也有螢幕亮度 跟音量的設定 還有一個恢復 原廠的設置 其實差不多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太多的這個功能 好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其他還有什麼遊戲 這是一個橫向選擇動作遊戲 做的還是不錯啦 但是還蠻奇幻風格 這個大家應該很合適喔 這個月圓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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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的這台 NUGO Mini的主機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再關注一下 他大概什麼時候上市 那我是阿強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